所有的螺丝配件 第一步先挨装两个扶手 第一步先把扶手去装这个 把螺丝上上去 加平垫 彩垫 苹果木 一样平垫 台垫 苹果木 第二步先把螺丝拧掉 螺丝拧掉 螺丝拧掉 然后装在这上面 注意这上面的那个 那个连接柱 如果不止的话自己弄磁一下 连接柱这个东西都不用拟得太紧 拟得差不多就行了 像这个螺丝都不要太紧 等下挨装的时候还要使用 稍微有一点拟下的捞入就行了 这个就是扶手就好了 坐垫跟这个靠背连接 小一个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连接件 中间这个垫片要加在这个上面 然后我们现在把上面的螺丝松掉 接下来就是我们把这个东西装上去 装上去这时候呢 坐垫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里面有一个预埋线 我们要把这个这里装好垫片之后 塞到这个里面 要用点力 塞进去之后呢 到这个位置之后 把螺丝拧上去 抬黄垫片放在这个上面 就这样拧紧 那背也是相同的 背的距离要 把螺丝拧起来 把螺丝拧紧之前呢 需要看一下这个尽量垂直一点 然后再把它螺丝都全部拧紧 拧紧之后呢 把这个螺丝全部松出来 螺丝松掉之后呢 把他甩一个就是八层式的掰子 然后我们把这个装上去 螺丝拧上去 下面螺丝拧着差不多 先不要掰煮 然后甩着这两根管子 这根管子呢 前面有一个袋 片蓝是装在这个前面的 然后这个是这样朝下的 先把螺丝松掉 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 朝前面 然后直接放在下面 然后上锯 然后安装好 后面也是一样 后面也是一样 把螺丝拧下来装上去 这样装好之后呢 把下面的螺丝 把下面的这个螺丝 四个螺丝拧紧 下面这个螺丝呢 也是选用那个 这两个掰手 14层17的 还有实在的掰手 把它也差不多拧紧 拧紧之后 我们这个就装好了 把扶手拿过来 把上面的这个 拧紧底下 就是这样的螺丝 抱上去 我们把这个 螺丝拧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 扶手 然后注入地上 把它直接这样抱上去 抱上去 之后呢 这样我们把这个 坐垫起来 正好放在这个 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把螺丝拧紧 摘进去头 可以这样上 可以把它现在侧过来 这样放好了 上好 上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尖 放进去 然后注意两边东西不要碰到啊 因为我们螺丝都没有紧 然后我们卡到这个槽里面 把这个 这个两个的路槽里面之后 把这两个螺丝 我们使用工具 把它给拧紧 然后我们把这个螺丝 给它拧紧 然后注意这个位置都卡在里面啊 尽量往外面 能往外面 能往外面推一点 这样的话到时候开装大一点 螺丝拧拧拧好之后 位置也就看见 位置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这个 继续把它这样翻过去 注意不要动作出手啊 然后我们下一步呢 就把这个板装上去 把装上去的时候呢 你这个注意放上去之后呢 注意两边尽量要平齐一点 然后我们再拿螺丝刀 然后准备好这个螺丝 这个到时候我里面会配的 就是我们螺丝上上去 知道吧 还有两块把这个螺丝 装到这个 这个4个螺丝上去之后呢 再装这两块侧板 然后我们把螺丝 全部打紧 把螺丝全部抵紧之后呢 我们还得直接装盖一下 把它挂进去 注意不要碰啊 挂好之后呢 把这个影子煮起来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一点 然后把这个彩簧给它挂在那个 这样就好了 这样一次就装好了